谢谢主席 请教沈记长 请林沈记长 沈记长在您的口头报告第七页里面提到 施政绩效评估机制 施行多年 制度建区成所 为管口作业有待耿续强化 整体施政绩效一带提升 不痛不痒 很是太平 然后看内容 正照行政院所属各机关施政绩效管理要点的规定 定定的整体绩效衡量指标共750项 那么行政院自行复合的结果 当然是各部会自己审核 行政复合的结果 绩效良好的绿灯 占了67.16% 绩效合的黄灯 占了30.98% 绩效欠家的红灯 占了1.33% 绩效不明的白灯 占了四项 0.53% 也就是说 1.66%不及格 98.34%是合格而且良好 这样的绩效评估符合国人的感受 符合台湾工部门在运用国家资源应有的合理 你怎么这样学呢?你怎么照单前说还帮他粉饰太平呢? 你怎么多省计部的员工不会觉得你的领导太无能 太不负责任让他们没法化为他们的能力 亏待立法院两党统统同意你连任 你说看看 官员报告政府的施政绩效评估 目前在行政院还有两套评论机制 一个是用红灯这个绿灯还有黄灯 那另外一个是甲乙丙 那这两项从表面上行政院的这个跑评结果呢 那么合格以上的就是这个绿灯还有这个黄灯的部分 另外甲等的乙等的部分 百分比呢 那么几乎多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过我们本部实际继续推敲 那么我们也提出我们觉得说他还有在改善的地方 像说他在定这个主标的时候呢 他定的很低 然后每年都超标 超过甚至超过一倍 那当然这个每一项都是假等的都很好 那为什么你现在才说出来啊 我们有提出一件 这个标准定的低 所以通通达到标准 你今天为什么才说出来啊 有啊 为什么在书面报告 不当他留给历史记录呢 事实上在这边 为什么不敢面对你心中想讲的话 该讲的话 好好的变成白子黑字 好明确的要求他改建呢 为什么要留立法委员自己去发现 因为太离谱了才发现 好 你看一百三十 一百一十三位立委 只有十几位 好 来这边跟你行打 但是 这么重大的一本议算执行报告 绩效评估审核报告 就这样呼隆呼隆过去 你看 来啦 国际评比啊 国际评比 来 看一下国际评比 这是最新的两个调查研究报告 世界银行的 2014世界经商环境评比 我们整体排第16名 在189个国家里面排第16名 好比我们的这个贸易 好表现呢 好还差 我们贸易评比 好 十几名啊你说 我们贸易评比 贸易比较 比较 贸有的比较 你看这个绩效十六名 然后 内容 公营银行信用贷款 获得容易度 好是七十三名 難怪我们银行 不积极 不作为 好所以不赚钱 现在呢 台湾资金太多 好要跑到中国去 好 好 那公营事业 带头 让我们有效的 有限的资金 好要外流 进入资本 这个金融资本时代 要 重蹈工业资本时代的 这个负策 台湾产业共同化 连金融产业可能都要面临 共营银带头 出头的 新的 一波的空洞化危机 再来你看 英国资库 这个类壳 类 这个 这个 这个内阁坦研究所 繁荣指示 全世界 我们排名 第十二名 好 在一百四十个国家当中 但是政府的 治理能力的排名 三十三名 台湾 亚洲四小龙 今天排名世界 第三十三名 政府的效能 好 然后这个 缴税的容易度 排名世界 五十八名 公民那个贷款的容易度 排名七十三名 这政府干什么 有钱给他用 他也不好好的贷款 也不好好的提高使用的效率 搞资金出走 蛤 治理能力整体 三十三名 台湾是人力支援 唯一可赖的国家 那政府应该是精英 中的精英 高素质台湾 高素质人力中的 最高素质的部分 应该在政府啊 都是高福高通过的 而且是 这个铁饭碗啊 众生保障啊 应该是精英中的精英 才有资格这样享受 也才能对得起 我们辛辛苦苦 的人民啊 结果你在 审查里面 西英故事 那今天才讲出医技 一般人都知道的 因为他 门槛标准定很低 所以通通超过门槛 通通及格 只要把题目抄一次 就五十分 再写出一点点道理 沾上边就六十分 那这种考试 能够考出好的 这个学生吗 那意思就这样子啊 你不要跟我跟大家讲说 不会再退步了 因为那个 那个标准的低 都不能再低了 以后不会再退步了 你不要这样讲哦 你要要求他进步哦 对不对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再来 财政改善吗 光税就好 来 我们税啊 你的报告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 这个 减税 十六项 增税 六项 减税 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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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税 增加税 107 亿 最後 税收 結果損失441億 那加稅就加什麼稅 證所稅 0 結果抓機不整死了一八米 連證交稅也賠了幾百億啊 六百多億 證所要加稅 減稅的固然減的 要加稅的還造成減稅效果 你這個為什麼不嚴格的從它來龍去脈 有沒有浮費勾結 有沒有立法院帶動 不該通過的法案內容 結果合夥欺騙人民 而且製造市場動亂 製造股票市場動亂 有先見之明的就可以放空 那在這一段多少人放空賺錢啊 曹操鬧鬧那麼久 證交稅曹操鬧那麼久 多少人放空賺錢啊 有沒有包括立法委員啊 有沒有包括公務員啊 有沒有包括這些政府部門的家屬啊 都沒有去調查 結果今天 做看台灣的經濟存倫再存倫 失落再失落 政府功能呢 結果你粉絲太平說他們出自縮減啊 因為擠在空間已經欲來壓縮到不行啊 所以不能編預算啊 所以法定支出以外 剩下可以對經濟出進的 經濟發展有關的這些支出 百分比一來一低 金額一來一低 百分比這兩年勉強提高 但是金額呢 長期來講降低了 我們知道公共建設的支出領先 公共投資支出領先經濟成長 公共投資支出領先民間投資支出 所以政府發動經濟成長的 所謂動能的引擎熄火啦 或是沒有油可以加啦 因為擠在空間幾乎沒啦 那你還幫他說財政改善 以後出自會變成零啊 為什麼 因為不編預算不執行啊 那處就能領啊 那時候經濟會怎麼辦 所謂財政累贅問題就出現啊 財政累贅的問題就出現了 不要說對經濟成長 沒辦法透過公部門的支出 而有所貢獻 進一步 連財政為了維持社會正義 所需要的重分配功能 也來這個上市歹盡 甚至適得其煩 就剛才我們減稅 對富人的減稅成功啊 結果成功以後有沒有增加民間投資啊 沒有 有沒有提高投資業呢 沒有 是投機炒作 如果 房地產 飆漲 飆漲 結果 貧路更懸殊 就業機會更少 購買力更低 哪有政府經濟助理是這樣搞的 結果你們連他的問題都不敢說出來 還幫他粉絲太平 這都不用研究喔 都不用專家喔 只要常看報紙 常看電視 就可以整理出這樣的一個脈絡喔 只有你們專家這麼多 怎麼寫出這種報告啊 法委員在審計的意見的這個行程 我們要有一些 相關的審計證據 那麼對政府 他已經在努力 或是已經達成了效果 當然我們也做公平報道 但是事實上在每一則意見 最後 那麼需要政府在下功夫 或是在加強的地方 我們也多把它接 今天縣裡這個篇幅 所以有部分報告 是相對比較簡單 在我們這個大本的總體審的報告裡頭 大本裡面也沒有提到這些啊 這是精華 所謂精華是好的 凸顯出來 壞的 凸顯出來 所以是 才叫精華 你口頭報告應該是精華 口頭報告不是縮減 不是縮減 這個具體的變成模糊 詳細的變成 抽象 不是這樣啊 是具體 一樣具體 但是凸顯 最好的 突顯出來 鼓勵有加 最不好的 不容許 再這樣帶呼下去的 明確的 把它組出來 結果你不是啊 都是粉絲太平啊 不痛不癢啊 我這樣的批評 你不覺得很貼切嗎 還有 你看 供應事業存在的目的是什麼 結果 賠錢 最明顯的 就是台灣港務公司最新的 供應事業吧 不是嗎 舊的繼續賠錢 腐敗有加 好改革的跡象 現在要搞出一個新的 繼續賠 照樣賠錢 然後搞出新的公用事業 或是搞出新的 這個特別多位基金 賠錢 代表什麼 第一的 規避監督 第二個 製造隱藏性 潛藏性 負債 幫公共部門 這幾債呢 製造空間 隱藏真相 所以財政惡化 比實質的 實際的惡化 比公共債務 所顯示的 數字的 這個情況更嚴重 那 財政希臘化 人家還看得見喔 有一天 台灣財政希臘化呢 齁 台語說一句 怎麼四個不知道 還不曉得那麼嚴重啊 你看 馬總統還說 人家那個負債比你二百都有 我們事實 都還沒達到 怕什麼 你看 他講出這種話 人的公用事業 的負債 也算是國家負債啊 甚至有些國家 中央銀行的 發行的貨幣 也當成國家的負債啊 因為人民是拿這個可以來向公部門 鎖回他的這個 這個債 債權益的 資產的 有這種作用耶 你要負債什麼定義的 你有沒有去分辨 讓總統隨便就講 人家百分之二百都沒有問題 台灣可以在百分之四十達到以後再加上去嗎 行政部門沒有敢這樣加啦 啊這個總統敢這樣講 為什麼 所以喔 都期待你審計部有調查權啊 我們沒有 調查權啊 我們沒有對行政部門的調查權啊 不管預算執行也好 績效考額也好 我們沒有調查權 你們可以看來龍去賣 從頭到尾 當季 過程 齁 企業書 你們通通可以看耶 我們不能看耶 我們連調業 最謙卑的 最備有的調業權 都推散主事耶 國會自我演歌耶 自我設限耶 虎會過一段地步耶